那我们现在呢就离开了这个沃佛寺 我们的下一个地点呢 就是城市标注神坛 那这个其实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说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原点 基本上就是说曼谷这个城市嘛 就是从这里开始啦 那也是拉玛 其实呢也是某一位泰国的国王 选定了这个曼谷作为首都 然后呢就将那个作为城市的柱子呢 就立在那里 据我的一个朋友说呢 这个有点像是那个中国的城隍庙的仪式 那我们现在呢就去看一下了 我们现在是踏着西洋 慢慢的走向这个泰国版本的城隍庙 我们看到上面 西洋还是撒在这个大皇宫的城墙上 非常的漂亮 而在对面呢是一片绿荫 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园 而这个皇宫旁边的马路呢 看起来也是相当的繁忙一下 可以说我们也体验了一下曼谷的落日余晖 我们在去这个城市之处神坛的路上呢 就看到了泰国的拉玛四世的铜像 我们可以再看到他的铜像呢 就在马路的对面 这个呢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黄色的建筑屋呢 就是泰国的国防部 这座国防部的建筑屋呢 是拉玛五世所建的 呈现非常明显的欧洲风格 在这个泰国国防部外面的广场呢 还陈列了非常多古董炮 这些古董炮呢 就是在泰国历史上 从英国购买的大炮 所以看这些大炮的形状呢 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清末的时期 那就是大概19世纪末 那一段时期的大炮的种类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City Pillar Shine 中文叫什么呢 中文叫城市之柱神坛 现在我们就要进去 它另外一个门呢 好像已经关掉了 现在呢 这个门还开着 假如大家在这里逛得很累 然后又很着急要去解决一下问题呢 这边有厕所 大家可以 来 这边用一下它的厕所 然后这里现在我们有马来西亚选手 小鱼 代表我们给这个神坛献花 其实不只一位选手是很多位选手 这里是应该是一个佛殿啦 我看到里面的神像都是佛像来的 这里呢是另外一个佛殿 在这个佛殿的旁边呢有个指示板 就告诉你这个参拜的顺序 先参拜哪里 再参拜哪里 都列得清清楚楚的 在最后的那个我相信就是那个 城市之柱 神坛 其实他们有五步 但我一直往佛殿 这就是佛殿 对吗 这就是佛殿 外面呢就是有这个 这个城市之柱的复制品 大家看呢 是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一个呢上面是莲花的 另外一个上面呢是好像 金瓜的 一样 一样一样 这就是佛殿的一样 或是五个字 这就是佛殿的一样 所以这佛殿的一样是 是一样的一样 这就是佛殿的一样 哦 OK 那这个导游说呢 这个柱子呢 就是佛殿的时候设立的 在旁边的这个 莲花柱头的呢 就是拉马一式的时候设立的 当然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几个呢 都是复制品 因为原装的呢 是在里面的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导游呢 一起进去看一下 这里就是那个城市之柱的所在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一长一短两个柱子 长的呢 是拉马一式设立的 短的呢 是拉马四式设立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旁边的门上面呢 都有非常漂亮的 壁画 那进去呢 好像也是要脱鞋的 我准备走去另外一个门呢 去看 我现在呢 就从它旁边的另外一个门 来参观这个城市之柱 这里呢 从侧面看就非常明显 两只长短不一的柱子 我们看到它的下面呢 还没有摆了六只象牙 作为装饰 旁边还有非常多的供品 它的这个建筑呢 上面的天花板也挂满了那个水晶吊灯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个建筑物的外形如何 那我们现在从外面看一下这个城市之柱神坛的这个建筑结构 它是非常典型的那个泰国的建筑风格 假如我们现在这样子看呢 在跟我们刚才在大皇宫以及在沃佛寺所看到的建筑物相比较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它是风格一致的 但是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在大皇宫或者在沃佛寺所看到的呢 因为它是皇家寺庙皇宫 所以它的装饰是比较奢华的 都有用嵌石的装饰方式 或者上面都有贴金 贴上了代表七宝的各色彩色玻璃片 以及反光的镜片 但是这里呢我们看到它除了局部装饰是比较奢华的之外呢 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比较朴素的 都是以原色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大门 它这个大门上呢也是有装饰了门绳的画像 而且它的门框部分呢 也都是按照泰国的传统风格做出了装饰 特别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那种各种不同的彩色玻璃 现在在阳光的照射下呢 一反光呢是五颜六色的 这里就是对曼谷城市支柱的介绍 拉玛一世决定在曼谷建都后 在1782年4月21日 树立了这个曼谷的城市支柱 柱子是中空的 里面放置了曼谷城的深层八字 支柱的地面高度是79英寸 外表油漆贴金 1852年 由于拉玛一世树立的柱子已经年久失修 拉玛四世于是下令重修 并将自己的深层八字放入了柱中 这个城市支柱最近的一次重修 是在1986年 那好 在夕阳中呢 我就要结束这个视频了 假如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为我的视频点赞订阅以及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